还有疫情当中受到重创的邮轮产业 为了要力求复苏 现在想出新招了 维珍集团推出成年人专属的邮轮旅程 谢绝未成年的儿童来搭乘 而船上甚至有刺青工作室 还有20多间的酒吧夜店 打造的是一座海上不夜城 就是要吸引对邮轮始终兴趣缺缺的迁徙时代 从水上设施到刺激的滑锁 各种室内室外的游戏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像是住在海上的大型乐园里 也让邮轮成为很多家庭的热门旅游选项 但维珍集团即将从迈阿密出发的新航程 准备打破外界对邮轮的既定印象 我们想要试图很多人 没有想到去旅航 这次船会比较稠的玩意 并非典型的旅航 我觉得人们可以有充满的时间 直接挑明这艘游轮可是十八进 甚至设有第一个海上刺青工作室 整艘游轮的设计装滑 明显也针对年轻族群 属于时髦的都会风格 老少咸宜的自助餐OUT 换成六间号称可以媲美米其林的餐厅 心思统 我不想从来自无人添加 但是我們想要是一個玩笑的船 我們想讓所有年齡人 坐船上還有20間 不同風格的夜店酒吧 讓海上旅程越夜越美麗 目前搭乘郵輪的乘客 年齡普遍偏高 平均年齡甚至高達49歲 只有13%的遷徙世代 想過要在今年夏天 嘗試郵輪假期 為了搶佔疫情過後 逐漸復蘇的市場 維珍集團才特別鎖定這個 消費力震望 卻對郵輪興趣缺缺的族群 我們需要外出 表現我們的船 所以人們知道我們是 人們知道Virgin 但他們沒有經過Virgin的旅程 我們在英國有一個幸運的季節 有很高興的評論 人們愛吃飯 他們愛玩樂 他們愛這個年輕人的經驗 不過想讓這些 遷徙世代掏錢登上花花郵輪 可得完全改變 他們對郵輪旅行的想法 經歷去年的郵輪染疫風波 整個郵輪市場也還沒有完全復蘇 安全防疫顯然還是旅客的第一考量 遷徵郵輪的執行長就出面拍胸脯掛保證 我們已經投資了新的技術 像Atmos Air 這是一個空洞的清潔系統 災害了99.9%的 所有病毒和病毒 然後我們再加上疫苗 疫苗是一個遊戲的改變 所以我們需要100%的船員 和100%的船員 去接種疫苗 越南華郵輪都老神在在 尤其對於可能吸引更多年輕客層 更是樂見其成 這很重要是看市場 說到新的玩家 其實是為了我們帶來的利益 因為他們吸引了重力 聽到你的觀念的客人 預估今年全球郵輪產業市場的規模 可以達到238億美元 比起去年增加超過八成 嘉年華郵輪也表示 2020年下半年累積的預定量 已經超過2019年疫情前的成績 隨著疫苗普及疫情趨緩 各家郵輪業者都在盲全擦掌 準備在報復性旅遊市場當中 搶賺先機 GVA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